大选将近 但祖国行动GTA 认为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申请 身为主席的马哈迪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GTA将使用祖国斗士党标志上阵大选 他强调 政府是由涉及罪案的人组成 因此GTA投身在政治舞台 并在选举中抗争 此外多马哈迪也谈到 不和巫统合作的理由 并且提及西蒙西票的问题 我估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